我們今天要講到就是你各位皮在癢的問題 叫做異味性皮膚炎 那異味性皮膚炎其實在兒童算是蠻好發的 那基本上也有2-3%的成年人 有持續異味性皮膚炎的症狀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邀請到 細紫國泰綜合醫院皮膚科主任余佑主任 來跟大家解答一系列異味性皮膚炎的問題 到底什麼樣是異味性皮膚炎 因為異味性皮膚炎其實可輕可重 它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呢 它是個慢性反復發炎的一個皮膚的疾病 最大的特色就是癢 那有些會有一些家族的遺傳的過敏疾病 比如說猛鼻子過敏或是氣喘這類的 那我們剛好有準備幾張異味性皮膚炎的圖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都是比較嚴重一些些的 輕度的話可能就是一點點粗糙啦乾燥 那比較嚴重的時候呢 它當然就會流湯流水 或甚至合併細菌感染 上面可能會有一些金黃色的結痂跟湯汁 那慢性化的話就會像這個樣子 抓久了它就真厚 上面有非常多的抓痕 然後顏色也會有一些色素沉澱 想必如果說嚴重程度到這樣子的話 其實都會非常影響在場生活 可能就是比較容易 難以專心啊 然後東抓西抓西 非常的不舒服 甚至晚上也會睡不好 臨床上是怎麼去區分 異味性皮膚炎的嚴重程度的 那我們這邊呢是有一個圖表 可以讓大家比較簡單的去做說明 那在異味性皮膚炎的評價裡面 目前國際上最常用的一個分數是 EASI分數 Easy Score 它基本上就是根據我們皮膚的紅 腫 抓痕跟抬血的話去做分級 那滿分是72分 那我們去算分數的時候是 0到6分的話我們是歸類於輕度 7分到19分的時候我們是叫中度 那20分以上我們就叫重度的異味性皮膚炎 那可能輕度就是用一些比較輕度的治療就會有效 但中重度如果我們還使用輕度 譬如說那麼嚴重的我們還只單擦乳液 那可能效果就不好 所以針對不同的嚴重程度 會有不同的治療方式 因為大部分患者其實都是落在可能輕度到中度 所以類固醇的藥膏算是一個普遍使用的一個藥品 那其實很多家長啊或成年人他們都會問說 那聽說那個類固醇對身體不好嗎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迷思 或大家的這麼一個擔心要怎麼樣去打破呢 其實我們在類固醇是算是必要之二啦 因為我們類固醇有分1到7不同的強度 只要我們血弄的是正常的一個強度 然後不要連續長期不間斷的使用 它的負重都在我們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 當然我們現在也有一些非類固醇的外用藥 可以去做一些替代的治療 當然它的效果就沒有像類固醇那麼強大 所以真的大發作的時候 我們會鼓勵你可能還是得類固醇先擦個幾天 先把這個大火先滅火 滅到一個中小火的狀態 那我們再用一些非類固醇的藥膏 或是降階到比較弱的類固醇 然後再去做維持新的治療 這樣可以兼具療效來可以杜絕副作用 我覺得主任的那個大火的比喻還不錯 應該說如果火在那邊燒 然後你這時候你又不敢去滅火 那其實它所造成的生活上的影響反而是更大的 那針對目前比較嚴重中重度的患者 又有哪些治療方式呢 基本上呢 除了我們最基礎的類固醇 跟剛才講的非類固醇類的外用藥膏呢 那其實在健保部分也可以給付我們做紫外線的照光治療 那一個禮拜大概要照兩到三次的時間 那另外也有這個口服的免疫抑制劑 或叫免疫調節劑 那如果以上的治療效果都不髒的話 我們當然可以考慮呢 像現在健保也有納入脊腹的生物治劑 它是一種注射性的藥物 或是說沒有健保的口服的小分子藥物 這些都可以納入治療 不用我都開玩笑跟患者或家長說 這是恢復病 不能太熱不能太冷不能太乾不能太濕 所以夏天的話你流汗會加重一定要擦乾 冬天的話太乾就會乳液要清擦 不然一乾掉就會癢起來 所以你可能要非常多的保養 都要做足 那乳液是基本功 因為皮膚的乾燥是基本的一定會發生的 盡量挑選無香精的乳液 那每天可以多擦幾次 那清潔的部分也要選用就是盡量無香精 然後比較溫和的洗劑 不然它把你皮膚的天然保護成的洗掉 也是一樣會燒癢的起來 那在一些飲食的部分 有些患者會有食物過敏 成人的話一定要盡量避免抽煙 或是二手煙 這個都是加重的因子 然後毛料的東西 冬天到了盡量不要穿 因為毛的纖維會造成燒癢的感覺 那個都是需要注意的美美佼佼 真的是相當的多 OK 就是四個字就是 太少不好 太多也不好 對 太濕要擦乾 太乾要保濕 所以大家是真的 就是盡量多去跟可能你的醫師討論 然後找出最適合自己的保養方式 讓自己皮膚發炎的程度降到最低